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有话好说 有话好说今天要为大家讨论一个 最近非常热门的议题 是中国的企业家陈光彪 他到台湾之后来进行行善 但是他虽然说这一趟是个低调之旅 但很多人批评他是高调行善 那么他的善行也引起社会各界不同的反应 那么今天我们要来为您做深入的探讨 首先来为大家介绍今天 在我们现场的四位特别来宾 那么第一位是台大社工系的副教授 王云东 王老师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那么第二位是基督教的恩友中心的牧师 李正龙牧师好 职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那第三位是我们的劳工代表 杨艳丽 艳丽姐好 大家好 那第四位是大家非常熟悉的 资深社府工作者 王荣章 王老师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晚安 那么究竟这个陈光彪的扇行 在台湾社会引起什么样的反应 我们首先来看下面这个报道 接下来我们会为您做深入的分析 中国富商陈光彪来台后 在第一站新竹县捐助了四百万 由妇女联合会代表接受 另外还加码六十万人民币 资助弱势儿童的营养午餐 顾虑到外界的观感 陈光彪也不再坚持亲自发送红包 弱势家庭的红包是由志工代位发放 而年节将近能够领到一笔现金 受赠的家庭都相当的开心 而还没开始发红包 陈光彪昨天一早在下榻的云山饭店 当面就送出了七万元以及两万元的红包 给现场拦路的民众 而在经由媒体报道之后 不少人也都想借此机会 直接向陈光彪索取红包 在昨天新竹县的会场外 就有无法进入的民众 看到陈光彪一现身就蜂拥而上 现场一阵混乱冲突 虽然陈光彪表示 现在开始不会再直接发红包 但还是有民众希望能够试试运气 有人从今天凌晨就守在他下榻的云山饭店 但陈光彪一行人 上午却是直接从后门出去 见不到陈光彪有人难过的流泪 甚至有富人下跪 希望能够拿到红包 陈光彪此行来台 虽定调为低调之旅 但是他此行不但有中国媒体随行采访 在台湾也成为媒体以及民众追逐的焦点 想要低调并不容易 我们刚刚看了这个报道 这个陈光彪在台湾的这个行善之旅 显然引起不同的反应 那么有人是批评 这个行善是不是应该不为人知 然后应该要低调一点 那么不过也有人认为呢 行善就是行善管它低调或是高调 那么对很多这个需要帮助的这个人们来说 可能这个实质的帮助是最重要的 那我想先请问一下王拉格 王拉格你怎么看这个陈光彪这个 来台引起的这一阵我们算旋风吗 我想这时候引起来的就是问题 其实陈 据我了解陈光彪先生其实不是第一次来台湾了 那为什么之前没有引起这样子的一些问题 那然后这一次有当然就是说起来有致 我想在这里面就是说媒体的推波助澜 事实上也是有它的效果在里面 那我想就是说这里面我们其实要来深刻来看的话 如果就是说台湾的社会我们没有贫穷的问题 他要来祭贫等等 如果我们没有这些问题的话 就不会造成这些问题 今天这样的一个现象 如果说今天就是说我们所有去要红包的人 难道都是贪心的人 我想我们不会这样子来看待 那如果他的这样的作为 如果在挪威跟冰岛 他说要发1万块台币等值的就是货币的话 我想就是说也引起不了这么大的一个效应 那我想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台湾的就是说穷人 有没有得到真正的就是说的帮助 他们的需要靠着台湾我们整个的社会的力量 无论从工部门从民间的这个部分的话 能不能够得到他们所需要的帮助 当他们有不足的时候的话 我想今天很容易理解就是说我可能 我们我们或许可能因为我们个人的尊严跟选择 我们就说如果要我去拜托去求人家要钱 我大概会不要 但是当我今天为了我的妻子儿女 我家里面明天就没有我小孩没有奶粉了 就说明天我的房东可能就要把我赶出去的时候的话 我想就说如果有这样的现象存在 我们很难讲就是说能够就是说也还是以尊严为前提 然后不要 所以我想这里面是我们应该要来反省跟检讨的话 应该是台湾的就是说贫穷问题有没有得到正式 有没有得到合理的解决 其实没有人愿意成为这个需要接受辅助的这个贫困的人口 那每一个人贫穷的原因其实也不一样 那不过呢我们从数字来看我们为大家整理一下 就十年来台湾的这个低收入户的确是有增加的趋势 我们来看一看我们为大家整理的资料 这个资料来源是内政部 那么在这个90年的时候呢 我们的这个低收入户的人数是16万3千人 那么这十年来呢我们可以看到是一路在攀升的 那么当初的这个低收入户的人口是百分之 在我们总人口百分之0.73 那么到民国99年的时候第三季 我们的低收入户的人口是百分之1.16 那一共有26万8千人 这是内政部的资料 那刚刚我们也有提到就是没有人自愿成为一个贫穷人口 然后每个人贫穷的原因可能都不一样 那我想请教一下这个燕丽姐 你是这个劳工代表 我知道你也很辛苦的在这个 今天来我们这部也是骑摩托车吗 这喔 嗯 我们还是这样啦 是 政府说问的我不知道他为什么问的说是真的 不济 你认为不济就是 不济啦 刚刚那个钱光彪这个你们说什么高调低调 他来的时候他也有讲说他如果他为什么要高调 就是要带动所有有有的人说快的那一路 我不懂得说我们政府对这个人来贏钱有什么有的能够 如果今天是我来讲啦 下跪这样子的话就有一些那些钱我可以度过我目前的困境的时候 我告诉你说整个我也要 都在股口说一句 都在股口整个都在那我也感觉 那人就是跟那些 没饭堂吃 因为你有钱你不知道没钱人的苦 所以说政府看着这个你说他高调你感觉他这样不行 有什么又给他来 为什么要让他过来 你觉得你需要帮忙到底是什么 现在要过年了大家都在过年 对啊 我们政府我也不知道我长期来我感觉很发愈 有什么这么多人都这样分钱 他们要挨的是一个逗路 今天逗路如果我们电话说不用去那边分 今天就是没逗路贪不够吃 所以说有人要分钱 我就说去高谷 像刚才前两天说 那边分钱来这边分钱 这个有什么的变成这样 是 那如果分了 那分不过 更多钱要怎样 他感免 因为我就没钱了 我已经散到没钱了 我今天都要有钱 我就往哪里转 所以这个燕丽姐其实她也讲出很多人的心声 很多人说 你需要帮助 但是像很多人在这个陈光彪面前跪下来 这个希望他有一个红包可以过年 这种方式是失去了尊严 但也有很多人说 如果当你没有钱的时候就没有尊严 这也是一件很令人难过的事情 那么我们也为大家整理一下究竟谁是陈光彪 为什么他到台湾之后会引起这么多正反不同的这个效应 那么陈光彪他今年42岁 那么绰号是陈低碳 那这是跟他这个企业有关系 他是江苏黄埔再生资源利用公司的这个董事长 那他的身价有211亿的这个台币 在富士比的中国富豪排行榜上是223名 那么他从98年开始行善捐赠有上千次 金额达到14亿的人民币 那么他会以文字或影像记录捐赠的活动 这也是常常有人批评说 你行善就行善为什么这么高调的原因 因为他这次也带来这个随行的这个摄影的人员 来记录他的活动 那么他在2011年1月24日 在这个南京的这个捐款活动 把这个8700万的人民币 可以跌成了这个前墙 让大家来临 那么他是主张在巨富中死去是耻辱 所以富人要增高这个遗产税 牧师我想请问你 牧师您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很令人难过的消息 其实是这个街友的这个尾压人数也创新高 今年是是是 那牧师您长期也有协助这个街友们 那你怎么来看这个中国的这个首善到台湾来 举行善行的这件事情 是是 其实是我们整个社会要面对一个问题 就是整个社会贫穷化 那社会贫穷化基本上会出现三个现象 第一个就是低收入会增加 那第二个现象失业人口会变成一个普遍现象 那第三个就是街友增加 甚至出现乞丐 那我要讲这个成光标 那么这一次他高标高调的来这个行善这个故事 其实我们在前年 就是我们曾经就是我们温柔中心是每天 三百六十五天每天提供免费两餐 现在前台湾大概十三个地方 那么所有这种公餐的地方 所以如果你没有饭吃都可以到温柔中心来吃 另外我们在前年也曾经对对那个蓝头那边 做这种所谓五百块每个月或者是 每一次五百块一个月两次这样的救济 那么我们就曾经发现为了五百块 那个简直是用最用抢的到五百块不够的时候是用抢的 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对五百块的功效 竟然能够产生这么大的整个这样的一个刺激的这样的一个行为 我们当时也是非常的压抑 那么我就跟他们讲说 我后来想一想我就跟他们回答 因为为了这五百块有一个夫妻就吵架 因为一个丈夫认为有一家贫穷 那么太太认为另外一家更贫穷 可是我们最后只剩下五百块 这两家怎么贪呢 后来我就跟他讲说 那就两家都给五百块 那可是这给五百块说 我们一个蓝头的同工他就很惊讶 他说那我们不是没有钱吗 那我就跟他讲说 我们在都市募一个五百块很容易 可是在他们这个地方要拿五百块比登天海兰 那我讲这比登天海兰 旁边就有一个老妇人就告诉他就讲 对啊我们真的比登天海兰 那所以现在农村的那个偏远地区的那种贫穷 其实是我们所能亏想象的 我也看到过很多他们因为没有钱去医疗 而在病床上伸瘾甚至死亡的这些问题 所以我们温有中心也是有设立的温有遵守 类似这样的一个行为 你不要说五百块产生这么激烈的吸手 那你何况一万块 所以这一次一万块发生 我们对温有中心 我们来过去的这种救济经验 我们其实不足为奇 我们觉得那是正常 因为台湾真的需要面对这个贫穷化的问题 这个牧师讲他是第一线的经验 相信他在面对这些朋友们的时候 其实心也真的很酸 就是很多事情 其实并不是我们表面上看到了这样 而台湾其实有越来越多的这个贫穷的人口 需要我们的协助 那协助有很多种方式 那最主要问题是这个M型社会的这个差距 真的越来越大 我们也再次为大家整理一个 这个历年来这个贫富差距 那么这个是财税资料中心的资料 那么从1998年到2008年 我们的贫富差距从这个32倍 一路是升到了快66倍 那么这个是综合所得 就是只针对有缴税的人税前的这个差距 那么他们有特别曾经说如果税后的话 大概是55倍 那55倍也是非常大的差距 在这个M型社会化的这个贫富差距 加大的情况下也产生了 包括这次成光标来台湾的这些种种效应 那究竟台湾贫富差距的问题在哪里 我们来看下面这个报道 放寒假了小学二年级的荣荣 没有跟同学出去玩 而是待在家里陪爸爸一起整理资源回收 因为爸爸失业一家四口住在铁皮屋 资源回收是他们家的主要收入来源 每个月几千元的收入 虽然也有政府的补助 但要养活一家还是相当的辛苦 荣荣一家是政府列名的低收入户 但其实在都会区更有许多人 是开销比收入大的穷忙族 我那种算是小的素食店 会求忙是因为根据主机处的调查 在去年月收入不到一万五千元的受雇者 有二十八万一千人 收入在两万五以上不到三万元的 则有一百三十三万九千人 总计月收入在三万元以下的就有三百五十九万七千人 占总受雇者的四成五 并金融海啸以前还要多 也就是说穷忙族越来越多 都会的上班族在穷忙 如果想要节省生活费回故乡 但却可能会面临找不到工作 生活更困难的问题 偏乡地区就是家长的失业率 比起一般都会地区是高出三倍 那所以导致他们在经济也是呈现有困难的状况 所以有两成他们大概是在这个学杂费等等 一般的学校费用或营养午餐 是有这个绞交不起的状况 根据儿福联盟的统计 台湾的偏乡孩童每三个人中 就有一个是家庭经济弱势 城乡的工作以及教育机会 都呈现不均等的情况 虽然立法院在去年底修正通过 社会救助法部分条文 提高了各县市的最低生活费标准 台北市一万四千七百九十四元 大高雄市一万一千一百四十六元 新北市一万一千八百三十二元 大台中有一万三百零三元 大台南市跟台湾其他县市 都是一万两百四十四元 预估会有八十五万人受贿 比现在还会再增加五十八点八万人被纳入 社会福利能够照顾越多人是越好 但对民众来说 摆脱贫穷才能真正的提升生活 现在这个社福法准备要来修正 能够拉大这个贫穷线 有更多的这个贫穷人口能够受贿吗 我们来问问老师 老师你怎么样来看 就是台湾的这个贫富差距越来越大 但是我们的社会福利系统 似乎没有办法支撑来协助这些家庭 是我想我 我这边举一个数据 给大家来做一个参考 刚刚我们那个主持人这边也秀了一个 就是最近十年当中 这个我们的贫富差距持续的拉大 那主持人刚刚所秀的数据是 近就是所谓的二十等分位数的这个差距表 就是全台湾最有钱的百分之五的家庭 跟最穷的百分之五家庭的那个所得倍数的差距 那我这边秀的是五等分位数 就是全台湾最有钱的百分之二十跟最穷百分之二十的差距 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近十年来 大概都是维持在六以上到六点三九之间 那在一九九零年到两千年的这个时间 大概都是在稍微偏低一点 就在五点五的上下 所以就是说我们的整个全台湾的这个贫富差距 是成一个稳定的拉大的一个趋势 那这个确实是我们需要来处理的一个问题 那像低收入户人数的增加的这个部分 我觉得一方面当然是我们的贫穷的民众 也许是确实是有上升 那另外一方面其实也反对了 也反映了就是说政府相关的一些的福利 或者是措施或者是立法 有对这个资格的部分有逐步在做一个放宽 就好像刚刚主持人所说去年的修法 又多了85万人可以受到这个社会救助法的这个受惠 那所以换句话说来讲的话 就是说政府透过了各种的措施 当然主要就是社会福利还有财税这两个部分 希望能够把这个贫富差距再做一些尽量的做一些改善 但是无可会言的就是说还是在拉大当中 那我这边想再补充提点就是说 这个刀也是全世界很多国家的一些共同的趋势 对所以大家还有很大努力的空间 到底要怎么努力 就是从您刚刚谈到的税负 然后跟这个社会福利 对社会福利两者来补 对社会福利两者来补 那王大哥您这个重新这个税改了很久 您认为这个从负税方面有办法来协助减少这个贫富差距吗 那贫穷问题的解决的话 简单来讲两种方式 一个是让能够工作的人 愿意工作的人都能够就业 所以一个是从就是说就业问题上面来做处理跟解决 但是很遗憾的这个部分的 我们看到整个的非典型工作的这个部分的人数越来越多 这里面包括派遣啊部分工时啊 乃至于就是说我们现在其实可以看到就是说工作贫穷等等的就是说这些情况 就是说我们过去会认为没有工作的人才是才会变穷 只要有工作就能够糊口 但是事实上从现在开始我们看到 穷忙族 对穷忙就是说他虽然有工作 但是这样子的工作所得已经无以为继他的家庭需要 那或者是说一份工作是不够 我还打两份三份 但是我能不能够有工作 所以就说一个是从工作上面处理 那第二个部分的话就是说 当然我们可以了解就是说我们在整个的 产业转型了之后的的话 就是说特别就是说我们现在 就是说要有相当的就是说技术 有相当的能力我们就从传统产业 就是说做改变之后的的话 那我们也可以知道人有 人的聪明才智乃至于就是说教育等等 会是不同的情况 那如果有人就是说落入贫穷县以下了之后的的话 我们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做处理 这里面就是一个重点就是说 政府可以对穷人的有需要的人的帮助 有两种方式 一个是穷的人我们给他嘛 就是我们在分配上面来做出 就是我们给他更多 第二个那个就是说有钱人的的话 我们跟他要多更多 我们把有钱的人收取了之后 给穷的人 也就是说我们在税制上面 希望达到的效果 对但是事实上就是说这个效果的的话 非常的有限啊 就是说一直就是说 刚刚那个王教授所呈现出来的数字 事实上是经过调整的 就是我刚刚讲的就是说 我们就是说家庭收支的移转效果 就是说我们在原来的差距的话 在98年是8.22倍 后来经过调整变成6.34 怎么样调整就是说我们用社会福利给穷的人 那在这个里面缩短了1.75倍的差距 那我们跟有钱人要收他的税 让他的收入变少 这个只有达到0.13的效果 那我们会知道就是说 那要给穷的人更多 事实上我们要跟有钱人收取更多 才有办法给穷的人更多 但是在这上面的的话 我们一直没有突破跟改变 最简单的一个例子 我们刚讲就是说去年修法 那然后要让我们的贫穷线移转 就说改变 然后可以增加为85万人是低收入 或我们现在只有27万 26万多 26万7千人左右 那但是就是说这件事情呢 要到今年的7月1号才能做 法虽然过了 但是要等到今年7月1号才来做 其实那个效果也是有限的 因为他把里面 我们现在用政策决定的中低收入 把它改成就是说放到里面来而已 那但是呢我们也记得去年 我们产业创新条例 然后通过还溯及既往 我们那时候通过 我们还溯及到1月的时候 就开始来对企业等等 就是说减税 我们对有钱人的帮助 要在挪后去年底通过 要到今年的7月1号才办 我们对有钱人的就是说减税 就是说不单就是说过去 就是说溯及既往 还可以就是说回溯提前 那如果这样子下去的的话 其实我们能够对有钱人的 对穷人的协助跟帮助 事实上就是说就非常的有限 所以我想这里面 其实很明显的就是看到我们执政施政 的优先顺序跟他的重点 事实上是有非常强大的挫制 刚刚王阿哥有提到就是说 第一个就是社会福利的这个支持 那么我们其实从这个陈光标事件 我们也看到善行 什么样才是一个善行的方式 就是真正来帮助这些穷人 到底有什么方式 他是直接给现金好 这是一种方式 就像当初这个政府好像在发消费券一样 但是我们也有看到孟加拉的 这个尤鲁斯的这个违行的贷款 他也是一种方式 那我想请问燕丽姐 燕丽姐 你一个以一个劳工的身份来讲 你觉得到底怎么样 我们可以有很多双重的这个方式 来帮助这个提收入户的阶级 那你觉得怎么样才是会一个 就是比较有效的协助的方式呢 我觉得不是要什么协助 你看到贫穷人大部分都是哪些人 应该是先从这些下去探讨说 没钱的人 他到底都是他们在生活 他们是处在什么状况下 说他们怎会没钱 我跟你讲 在我啦 我这几年比较好 我小孩子已经不读书了 所以我没有赤钱的困料 你怎么知道工工人都工作 工作就有孩子特色 是 他每个学生 你看到这家有两个孩子特色 上国中高中来 你觉得他们只有一年的 煮小钱都要多少 每个月都会生多费 你一年贪下的钱 都是厌妇厉害的小钱 所以他们出的钱 对他们平常的生活来讲 都是不够用 所以会造成他们贫穷 没钱 我便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现在政府 大家都开放这么多的学生 让学生一间一间滴滴 切钱一间比一间贵 然后大家每个人都要读名校 要读好的学校 要受高的教育 以前说我让孩子做得更高 后来看别人说 毕业了 回收 结果又找不到努力 我不知道说 大家都材败才的孩子 就去讀書 是 结果 说到路不复出 结果都没有败心 有败金 我跟你说 变成大家散一个 又更快 你看看 这家庭 现在大家都说 贫穷的人 大家找不到努力 我跟你说 那是什么 都负利才的孩子 做出钱 现在头努 还要找贪的钱 薪水 大家在地下 现在什么东西都去 什么东西都爱水 所以我们贪担的钱 都交给政府 都允许是 互助出去 金本就没回收 你看 你一年 大家平均的收入 你拿50万 80万 结果他们收入出去 也是超过这 一定 一定 不够用的 所以他就散了 你说政府 你们有看到 你们也有看到 叫不然 结果你们开放一个 就学贷款 这个孩子不贪钱 你就先赶他 叫他去缺钱 是 结果夫家伯爺 现在的孩子 找不到头努 不知道 找到头努 又讀不好 就是北部了 孩子头努找不到 他今天台北 硕士毕业 还是什么 结果他要找头努 是要高高在上 结果他讀出来的学力 结果没有了 所以就是因为这样 所以你什么都不好 所以变成大家都 变成 久来变要吃不脱炭 你政府才来说 我们又不是没有工作给你 你就是不够努力 不够怎么 结果你政府 让这些孩子受了教育 让这些时候 人家吃头努 你给他的工作的薪资 有很好的待遇 什么都没有 结果大家夫家伯爺 就是一个比一个散 其实燕丽姐 我们试图找出这个贫穷的原因 燕丽姐刚提出了一个就是 父母亲要负担很大的 这个教育费 那孩子念了书之后呢 又找不到工作 那提供这个助学的贷款 让这个孩子们 还没有找到 一方面找不到工作 却还要背贷款 变成一个 两代的恶性循环 两代的这个贫穷 如果你上海有父母的时候 要娶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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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说一下 三代 然后北斗都会走 这是从这个教育费来看 牧师还有其他的原因吗 我想因为 现在来讲应该 刚才讲的是贫富差 其实我们现在 目前政府是用 所谓的财务移转的方法 来米平 MI是8.22 那可是这些 不管是用所谓的社会福利 或者是财税来补 究竟是一个治标 不是治本的方法 那我们一般来想 我们比较容易看到的 也就是说像街友 这样的看得到了 大概是有两种典型的失业 一个是中老年人的失业 那因为是中老年人产业的一种 现在目前的改变 没办法适应 或者我们还有 这个还有一个道理 但是我们现在比较多的 看到的就是年轻人失业 其实现在年轻人失业的状况 非常的这个残烈 现在根据111的那个这个人力银行 那么估计 现在目前的这个年轻人的就业机会 每一年毕业大概35万人 那大概只有15万人可以找到工作 那累积下来目前来讲 大概还有40万的这些年轻人在待业中 所以那么加上一些传统产业 像土水工木工这方面的 大概目前我们台湾的这个根据统计来讲 那大概我们目前颁布的时候 我们现在贫穷的大概40 也就是40 50万人 那占人口大概数月率就是4.7% 50万人 可是他有另外一个就是 有一个非典型的 也就是临时工的是106万人 也就是这个106万人 其实用50万人的比例 50万人是4.7的话 那106人的加起来的话 即使我们 那个隐形的输業率有将近十几% 这个在 这个是比美国还严重 美国他们大概是9%到10% 那所以我们面对这种 治标不治本的方法的时候 可能是整个政策要重新检讨 不止包括产业的一种考虑 或者优待的产业不是以高科技 可能是有雇用的人力 或者是传统产业 怎么样鼓励这些传统产业 再来在台湾再生根 那或者是外劳问题也要解决 因为我们自己的劳力都已经 大家已经 事实上有问题了嘛 那另外一个是农产品 其实我们在乡下里面 看到问题是农产品不产 农民不产是靠天吃饭 他们其实农民真的生活很困难 像极端器用里面 那个农产品能生产不能生成 又是一个问题 加上生产出来的那不符成本 那么这个一个恶性審判里面 农村也没有建设 像农村以前过去盖房子还有 那你看蓝头的房子 蓝头房子 他一千多万 跌到三四百万 还没有要 所以这些护士的这些产业 就完全是没有 完全没有办法生存 所以这些延伸出来的贫穷人士 是目前台湾我们要面对问题 所以整个农产品进出口问题 整个重新的检讨 我是才能解决这种所谓的疏远 或者的话问题要越来越大 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现场讨论 从这个陈光庙事件 其实我们可以发现 台湾这个贫穷问题 牵涉的范围实在是非常复杂 而且宽广比如说教育费啦 就业率啦 税改啦 还有社会福利的这个支援系统 可能都不够周全的问题 那么究竟到底我们该怎么办 政府应该怎么做 那一般民众要怎么样来帮助自己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为您进行深入的讨论